大家好我是云飞 我们这个系列的上一期视频是 Sensure加Moonlight的详细使用教学 大家都非常喜欢 我的这期视频也因此上来热门 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和意见上连 我们之前讲了如何在本地串流 和如何笔记本复评 本期视频我们将来继续深入 这是我们要搞定的是 远程串流 那么我们先上效果 我们现在来使用直连 然后我们在这里进取这 然后我们直接恢复串流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这个贷款延迟这些东西 我这里分辨率设置是原生的3K 帧数是本地的144 码率是200 基本上就拉满了 这是公网串流 就是稍微费点劲 你就可以得到几乎一个 和局域网里面相同的 一个效果 我这个针 码率已经拉得非常之高了 现在是在我家里的红米电视上面 然后串流的是咱们工作室里面 我的那台笔记本还是星期三假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延迟这个操作 这里我设置的是1080P 然后帧率的话 就是电视的一个帧率 当然它达不到 然后延迟的话 它是十几毫秒到二十毫秒左右 这个表现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这不是用的公网串流 这是模拟的一个局域网 在视频的后半部分 我们也会有详细的教程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 怎么样 这个效果应该可以给大家一点点 小小的串流震撼 那么还是老规矩 点下收藏转发给你的小伙伴 我们现在开始教学 我的这一视频将会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直接公网串流体验可以说是拉码 但可能只有小部分有IPv6的小伙伴可以成功 另一个是所有人都可以成功的傻瓜版方案 这二者没有优劣之分 都各有各的优势 感兴趣的小伙伴尽量全部看完再开始行动 首先我们需要搞定局域网的串流是基础 这一步可以去本系列的上一期视频里面查看具体的教程 搞定局域网串流之后 我们需要在Sensure的后台里面修改一下公网串流的参数 UPNP我们要启用 IP地址族选择IPv4加IPv6 然后在端口这里一般默认的是47989 有的它会设置成别的 但是我们要把它设置成这个 然后在下部这里有一个局域网加密模式 我们这个是默认是禁用的 然后这里注意 它这里一般的话默认是公网加密模式 它这里公网加密模式一般默认的话是这个 我们要选择禁用 然后这里我们选择保存 然后应用 这个我们需要等一下 这里酸酸的后台设置就算完成了 看我们视频的一般都是萌芯 所以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还是需要去安全性这边 把这个防火墙给全部关闭了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寓意的关闭专用的关闭 然后公用关闭 然后我们需要确定你的网络是否有公网IPv6 这里输入我评论区给大家的一个地址 然后我们看一下你的这些测试是否都可以完成 如果你是10分的话你就拥有公网IPv6的地址 一般来说我们的路由器是没有开启IPv6的 所以这里应该只有少部分人是可以10分 大部分的用户是到不了10分的 甚至和这个一样是0分 我们现在需要去路由器的后台开启IPv6 我使用的是小米的路由器 所以以小米路由器的后台作为演示 我们需要在常用设置里面找到咱们这个上网设置 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IPv6的设置是关闭的 我们需要启用它 然后咱们这个防火墙一般来说也是开启的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关闭 上网方式是NAT-IVE 然后我们选择应用 好成功 然后再到高级设置里面 然后这里选择其他 我们需要把UPNP打开 好到这儿我们的路由器设置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到IPv6的设置里面去看一下 自己是否到达了满分10分的一个要求 如果你已经成功10分了的话 那么恭喜你 你可以进行公网创流了 到这儿我们复制我们的IPv6地址 然后我们是小米手机 我们可以点击它 然后在这里输入我们刚才的公网IPv6的地址 我们确定 这是不是就有了我们的电脑 然后我们再配置一下 这个PM码 我是为了给大家演示 所以我刚才又删除掉了 5 4 3 2 然后发送 来到这边我们就已经好了 OK了 这边我们就可以直接串流 它这里提示我们正在用互联网连接 到此我们的手机串流就OK了 然后手机上我们现在也可以直接使用触屏 具体的延迟会比较高一点 手机上的延迟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我们用的是移动网络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截屏自己看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一个5G网络 记得要使用手机的移动网络 不出意外的话你应该是成功了 如果你的测试结果是依然你没有公网IPv6 那么也可能是运营商没有给你开通IPv6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在光猫里面设置一下 或者你可以和我一样直接叫框带人员来帮你搞定 记得要一下后台的密码什么的 后面就可以自己折腾 然后就会更方便一点 这里补充一下 最好的话你可以把你的光猫设置成桥模式 使用路由器拨号 这样你设置起来会更方便一点 而且可以避免很多光猫的设置问题 当然这一步不是必要的 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光猫防火墙的问题 这样可以绕过去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路由器不支持IPv6 这个如果你要走公网的方式就是不行的 你需要换个路由器 或者用我后面的第二种方法 等我们到了你需要远程创流的另一个地址 那么我们填上公网IPv6的地址 发现连不上的话 是因为不仅电脑的主机端这边需要有公网IPv6 我们接收的地址 它也是需要一个公网的IPv6 意思就是双方都需要有IPv6才可以连接 而且路由器设置也是和上面一样的 你的猫也需要设置成IPv4加IPv6 等你搞定这些开启这些功能 不出意外的话 你应该就可以在家里愉快的访问了 自此我们家里和工作的网络都搞定了 那么就可以在家里很方便的远程创流高画式的游戏画面 或者工作 好我们现在是异地创流 现在我是在我家里面 分辨率3K 帧速144 码率 我是直接拉到200 还是公网爽样 然后我给大家录制一下这个画面 大家可以更加清晰的去看到 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的画面就只能那样了 上面一个画面是使用红笔记本创流的 它那个性能就一般 然后这次我是搭配了新的主机 然后也同样是远程创流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画面效果 这个效果我是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赞 特别是在小米的定码上面去看 绝了简直是 但有一些设备它是不支持IPv6的 比如红米的电视 它就只有IPv4 死活就是连不上 而且在外面 目前IPv6还没有普及 绝大部分的地方都没有公网IPv6 你会发现 我们搞好这个依然不能在外面实时的创流 除非我们一直使用手机热点 但是手机热点延迟会大那么一些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方便的 几乎全部网络都可以创流的方式 所以就有了我们的第二种更适合大家的方法 直接无脑创软件 这是一个国内大佬开发的软件 脚越连 但是说实话 这个UI我个人觉得有点 有点太这个叫做什么 太高端了 看起来就比较的商业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免费 而且非常好用的东西 我们直接在这边下载 它目前的软件它有Windows版本 安卓版本 Linux版本 后期据说会有Mac版本 所以我们用的是Windows和安卓的平板 所以我们就下载Windows端 它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安卓端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解压 解压完成之后 就是这样一个软件 然后它就OK了 它就OK了 在这边它会有一个 脚越连一键穿透 以启动 安装好之后 我们需要在状态栏 这边去打开它 我这里是勾了开机自启动 之前我勾了 然后我们可以显示主页面 一般来说 我们需要这里大家注册一下 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它的一个登录 然后我们登录 然后我们需要再次在这里 显示主页面 打开一下 自动登录 勾一下 然后它这边就好了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映射名称 然后我们这个是服务端 我们这里已经自动启动了 这个时候需要再另一个安卓的端口 安卓端口也是同样的 下载 下载好安卓的端口 然后注册 登录 这里我们使用我们刚才注册的账号去登录 登录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摄影师云飞的一个IP 就是一个在线主机 因为我们刚才选的是服务端 然后我们点击连接 好连接成功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局域网的IP 10.6.22.1 然后我们在外面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IP 成功连接之后 我们的手机或者平板或者其他的设备 就和我们的串流主机在同一个局域网里面了 然后我们再来到Moonlight里面 我们直接输入我们的IP 10.6.22.1 然后我们确定 然后这里就成功添加了我们的电脑 这个时候我们就又可以直接创流完成了 但它这个码率不能太高 因为中间它转了一层P2P 就是点对点连接 主要是宽带的上行 它并不能完全的跑满 所以它这个帧率会比较低 1080P的话是可以拉满的 实际测试1080P下的帧率是蛮不错的 我们可以直接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然后这里大家主要看它的延迟和视频的一个帧率 因为我这边对焦直接对到这个信息这一块了 屏幕没对上 同样的我们可以在红米电视上安装一下脚跃连和Moonlight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电视上面愉快地玩耍了 这个就是在电视上的一个实际效果 怎么样你可以来打个分 我的建议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两个都搞一下 因为环境的不同 它们用到的地方也不同 目前不好搞公网的就是直接用脚跃连吧 免费好用 就算是我们上面搞定的公网IPv6地址 在长时间内不连接 下次同连的时候也会变 所以还是要有一个脚跃连搭配会好一些 可以使用脚跃连先看一下目前的新地址 或者不需要高质量连接就直接先用一下 如果你想要固定牢靠的访问 那么还需要搞DDNS 就是绑定域名直连 这个需要买域名 目前我还没有折腾明白 大家需要的话 网点我研究好了 也可以出一期视频来聊一下 大家可以留言 至此我们就有了一台 才可以随时随地访问的云电脑了 而且这个过程我们不需要花钱 咱们这个教程还是蛮不错的吧 当然也有非常多别的问题 比如屏幕操控 比如GD版 比如DDNS 这个我会继续折腾 当然你们也可以一起期待一下 希望本期视频可以帮助到你 远程玩转手里的这些设备 记得多多支持 如果有什么想过设置产品 也欢迎留言 我是云飞 记得点赞收藏 那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